路透社7月24日披露 中共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在20日召集律師事務所和其他上市服務機構代表舉行閉門會議 證監會向律師提出要求 不得在發行人的境外上市招股書中 對中國的政策法律或商業環境進行負面描述 據消息人士透露 參加會議的包括方達 漢坤和中倫等10多家國內大型律所 中共今年2月發布的《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 已經在3月31日生效 所有境外上市的企業都必須向證監會提交備案材料 並獲得備案含累增 消息人士透露 試行辦法生效後 備案的文件中 針對中國的各種風險聲明引起了北京高層注意 促使證監會重申了當局的立場 據悉 這次會議之前 監管機構已在過去幾個月向券商提供了非正式的窗口指導 暗示如果不遵守風險措辭規定 將失去監管內燈 而稍早前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表示 已指示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披露更多細節 說明中共政府在其運營中所扮演的角色 截止7月13日 有83家企業遞交了備案材料 21家已在美上市 其餘計畫登陸港交所 有10家公司獲得了中共證監會的備案通知書 唯美控股成為首家通過備案赴美上市的企業 不過 在其招股文件的風險章節中 還是列有中國法律不確定性高 政府任何時候都可能干預企業運營等風險描述